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我不知道哪一隻才好 逐隻來吧 逐隻來吧 一個是劍航 多少號 劍航 1557 劍航 新上市那隻 我們先看看劍航 這隻你有貨的 想跟進一下好不好買入 我們看看劍航 從事本地基建 地基服務工程 劍航上市到現在 其實升了兩棍之後 沒有什麼後計不計 現在跌差不多7% 到1.66% 招股價9.5% 郭老師未有貨 建不建議他吸納1557 我不建議買了 事實上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概念 不過 上市的時候市值比較小 所以有些投機性賣盤 其實這個投機性賣盤的力量很大 招股價是9.5% 但居然可以 炒炒炒炒最高 上到兩個多元錢 摸摸兩個2.4% 事實上來說 之後 就更加有一陣是扯高了 但問題就是 你9.5% 你已經升了成倍半 現在這一分鐘 開始慢慢慢慢走回來 當然你看著兩個2.4%的高位 你覺得現在很便宜 但有沒有想過 第一口牌的成交是1.5% 之後一直扯高上去 如果你回頭 最終可能會試試上市價 或者招股價都不頂 事實上來說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概念 如果你真的堅持要炒炒炒 我會想再這樣 第一 不對板的 他就給一個指示位 現在這刻 如果1.66 lub1.67買的話 不對板跌穿9.5% 100markt 就可以讓他算數 因為不要想著 兩個搖多寄下來 trabalh便宜 應該想想 他一路衝上去 純粹投機追捧 一旦跌下來 會不會跌回過二過一 如果是會的 你的風險管理一定要做到足 事實上集團業務也沒有太大的亮點 可以這樣說 免得過的最好就盡量不要沾手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你上網多少反圍不是問題 最緊要記住 跌穿過半你就要止蝕 這隻似乎不是太建議你買入 有沒有其他 是否還有三隻股份 還有三隻 一個是中車 一個是博弈 一個廣泛三隻 我們先看看中車 中車都是未有貨的 51766 股份現在是在做7.56 跌幅3% 這個未有貨 是否反而可以考慮一下 中車相對剛才那隻 當然是比較亮麗 事實上以前南北車在海外合約 大家的競爭都是你又減價 我又減價 其實兩敗俱上 現在合併之後成為一間公司 對一些海外合約的傾手 我想優勢範圍在這裏 只是去年的升勢 當然是比較投機 加上一路一帶概念在這裏 但現在一路一帶的基建概念 已經暫時不是亮點了 唯獨中車的股價又高拖下來 由於跌了很多 所以早前在六個多元錢出現了技術上的回升 但這相對整個跌浪只是一個低位的反彈 沒有太多亮點 加上股價現在這一刻跌穿了一個星期的低位 再向下走一個月的低位 暫時暫時先等一等 當然市場也有一個形態轉弱 就是恆生指數已經跌穿了10天平均移動線 可以這樣說 整個中期反彈 是有可能已經建了頂 之後不是代表會大跌 但未見頂和見頂是兩件事 未見頂就一路向上望 見頂就出現一個整固和反復 由於股價已經跌穿了一個星期的低位 最好過了假期之後 再看看股價表現而定 如果你真的要買 我都不建議你買得多 買少許就好了 例如買一萬股的 暫時買三千股來搜門口 留一些資金 看看過了假期之後 有沒有機會便宜一點才買 好嗎 好 還有一隻他想跟進的 就是1685博爾電力 都看回其實博爾電力 最近股價不斷向下 卸了很多 原因就是外電引述分析員說 投資者對於公司2月份有執董辭任 以及公司應收帳款出現上升 覺得很關注 不關他的基本業務事 郭Sir這隻股份是否要審慎少許 保守點好點 因為現在這一刻 以百個二豪一計 已經創了一年的新低 相對十八個半的高位來講 已經跌了五十幾個巴仙 到底去到哪一刻才叫做轉定 現在這一分鐘還未知道 我想剛才我所說暫時先等一等 因為有些股份基本因素好 技術上的表現比較差 總有個譜 但如果基本因素稍為不明 而技術上的走勢也處於疲弱之中 最好不要回亂去沾手 你應該想一想 一個星期的高位仍然是11元 一個星期高位仍然是11元 現在已經落到八個二人錢 是哪些人不斷地不計價沽手 背後是甚麼原因 我相信一定有它的理由 由於股價正在創一年的低位 我就不建議你沾手 不過對很多投資者來說 急跌當然有技術上的反彈 都很喜歡搏一搏 那就不要那麼大手 還有任何環境 既然創了一年的新低 可能續創新低 到底低位在哪裏 你和我都不知道 問題是你想承擔多少風險 簡單來說 八個搖耳賣 跌穿七個半 如果我止蝕的話 我輸了都是七毫子 你若然是七個百分之八個百分之 如果風險是承擔得到的 你想拼一拼的話 亦都沒甚麼所謂 不過數量就不要買太多就行了 最重要是做好風險管理 投資這些股份的時候 陳小姐是否還有一隻是1776 是 廣發證券 都是沒有課 都想看看郭Sir的意見 好 看看廣發證券 廣發證券今天的股價跌2% 現在正在做17.96 看回內地券商股那邊 今天跌幅都很厲害 因為在A股那邊 在深圳上市的廣發證券 跌了差不多4% 16.14的人民幣 Sir 看回勸商股 短期內是否都沒甚麼炒作的空間 由26.9毫半 整個浪最低見過9.9 這是不理性拋售 但浪底升到近日的高位18.8 簡單來說已經升了一倍 差不多一倍 接近一倍 高追一定要承擔反復帶來的風險 要看基本因素 內地股市融資的額度略為回升 不過這可能是短暫的表現 由於去年的股市到今年的低位 其實已經跌了很深 財富後應蒸發的更加是天文數字 我不認為一兩個政客出來 令股市可以立即完全升上去 因為輸了那些就是輸了 輸傷那些也只會後悔 或者等個市高一點 是逐步逐步套展的 跟去年大家拿著錢 一路等機會來買 是完全兩件事 一跌跌跌跌不到 出資升的話就去追 那下的勢頭當然是越跨越上 但現在這分鐘完全不同 沒有太多的亮點 況且大家為了搶生意 都是佣金不斷地減 減到最後大家賺的錢都是少了 而融資和融券的額度 或者融資的額度雖然有少少上升 但跟去年百花齊放的時間 是完全兩件事 簡單來說 佣金的收入其實少了 利息的收入亦都是少了 所以最好暫時觀望先 這一陣的反彈不要說太遠 一個月的低位仍然是13.9 去到18.8 其實已經升了接近5元 相對13.9等同升了40多% 如果以一個普通的反彈市來說 已經是足夠了 剩下下來就要看看 加後A股的走勢是怎樣 如果A股走勢仍然反復 或者略為回軟的話 一眾卷雙股持續反復偏弱 因為反彈的幅度實在已經不小了 當然不知道 如果你說純粹是炒短線的 不是買太多的 問題就不是這麼大 一個星期的低位仍然是15.68 其實這幾星期 已經升了差不多10幾20%了 有少少走高了 走得比較急的感覺 要買的 真的堅持要買的 都應該分階段 千萬不要不急 可以的話 最好是嫁後回來 再看看環境才能定 好啊 放了長假期回來 再考慮入市 多謝陳小姐你的查詢 節目時間差不多 跟郭Sir做申報 剛才說股份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多謝你的分析 一閃一閃 最後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晚點再見